好,我們這裡說明一下,好,那這個,我們的 Case to Speech 2的這邊,好,我們有一些參數其實是可以做改變的 那在這邊的話,我們language的地方,我們當然是不建議做更動 因為他主要還是用英文去講 那Peach的字是他的聲調 他可以選取的範圍是0到2之間 0到2之間的話,1.0是正常的 那如果你用0.0,他就會非常低音 那Speech Rate也是0.0到2.0 那我們是讓他練得很慢,用最慢的 好,那我們先看我們剛剛的已經做好的一個情況 然後我們再做一些跟動,再做個比較 好,那我們事實上就來聽聽看他的一個差異 哪種程式語言是跨平台的? 那在這個部分的是 那你在這裡部分呢,你可以聽到中文的速說的速度是正常的 英文的話是很慢,那在這裡是最慢的 那我們先把這個先把它弄掉 所以我們這裡呢,我們可以改變他的Beach值 Beach值如果說我們把它改成0.5 好,我們在這邊做法 好,我們在這邊做法 事實上我們是做一個簡單的修改 所以我們這邊呢,我們就直接透過AI Company 然後直接看看他的一個情況 好,所以我們把我們手機的部分 去讀取 好,這個時候我們聽聽看他的語調的差異 哪種程式語言是跨平台的? CC++ Java Basic 可以聽到他的那個聲音 他的語調是非常的低沉 那0.5可能還是太低 好,這個我們當然可以做 適度的調整 好